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像是这样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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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宣传出人命一样的 念完那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我们继续学习 如何护持真挚 护持真挚 第二个问题也叫做一同趋入 分四个方面来宣说 其中第一个观察三门 也分三个方面来阐述 其中第一个观察身体的所谓 那么观察身体所谓呢 当然《入行论》当中也强调了 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些修行人 从他身体的行为上面 也有一些要求 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不管是在家人 出家人 我们心中作恶的位以上 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心 有互相依靠的关系 就是互相依靠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保护得很好 自然而然调伏自己的心 有一定的帮助和利益 因此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始终都是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语言 从另一方面来讲 通过身体和通过我们的语言 也能了解到他的内在的心理 当然我们表面上一般看不出 这个人的心好还是坏 他修行的境界高还是低 这方面一般来讲 很难以察觉到的 但是通过身体 通过语言也能知道 这个人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这个人的教养 修养 从我们佛法的角度来说 这个人的修行境界 他的大慈大悲心 或者出离心等等 通过他的证语 也可以表示出来 因此佛陀在有些 尤其是在内藏当中 一再要求我们身体和语言 如何护持 好лавise 这方面是 BJALL 一边郎的大慈大悲心 通过有没有经历到参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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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应该了解到身体的一些威仪 身体比如说它下面所讲的好多颂诗的内容 我们从一个环境当中前往另一个地方 在整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关心的人来讲 他身体的威仪怎么做 然后心怎么样调整 主要先讲这方面的问题 颂诗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 不应该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然后心无意义当中开始散漫或者散乱的观望 就是道或者东看西看 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心里面一门心舌的 或者在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坚定的决心 坚定的决心是什么呢 就是始终都是要保持自己的正知正量 然后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中 也能表现出来 比如说你要走路的时候 你的目光也不能看得特别远 也不能看得特别近 应该按照佛经当中所说的那样 大概是一目额左右的距离 就是前面的一目额左右 基本上是现在一米左右吧 就是以这样的距离为标准 然后缓缓而行 我们应该想做任何一件事情 前往任何一个地方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我今天到哪里去的话 到底是对众生 对我自己 对今生 对来世 有没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重大的意义 那么我就开始心动 但心动去的时候 我们也平时自己的这种威仪应该要求自己 不能动看喜看 不能动长希望 一直比较很文重的威仪 很庄严的行为 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 佛陀也是在有关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在《般若经》当中 心诸作物具正念 一定要以一目额左右的 这种距离为标准而行走 前往不能自己随行所有的 让东本喜跑 在行为全国标准而行走 这种太阳的距离为能量的距离 就是最终运势的北京主席 我们不在一起的帝离为能量的 现在你就从前面的 让东西刚刚有写过 去到阳光家里面有个小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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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说 因为我们前面不管走路或者是平时坐的时候只看到前面的一某地方 这样以后有时候人的注意力专注在一个对境的时候出现身体又匹配不堪 或者是心又发现脑累 尤其是自己的眼睛一转注于一个方向的时候 会有一些脑累的感觉 所以为了休息 为了清醒应该可以在利用偶尔的一些时间当中眺望四方 应该眼看很多自己需要所看的地方应该值得看着 否则的话有些人也是一直他觉得自己缠血很好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等哪里都不看 一直看着前面 那这样出现一些昏尘 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为了清醒 平时我们现在世间当中有些社会上的有些人 整天都是看电脑 整天都是看书 这样以后 最后把自己的眼睛都已经搞坏了 或者是心最后逐渐逐渐变成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这样不太很好的 应该做任何一件事情善巧 有一种技巧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些人太精进 太精进的话 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样 白天晚上都是什么专注在一个对境 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生起一些厌烦性 所以我们这里到了一些偶尔的机会的时候 自己也是应该眺望四处 你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为了休息 为了清醒自己的心态 到了中间的一段路程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你周围的环境 或者是蓝天白云 或者你要草山白浮去的时候 到了一个亭子里面就看一看 然后路上不能特别地动荡希望 再见 这么快 感谢观看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是从他的威仪当中 知道这是一种挑衅的方法 就是挑衅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威仪有时候是直接跟心起作用 比如说一个人很寂静地合掌 很寂静地心里面也是很专注的 他的眼神全部非常专注地合掌 那么自然而然所有的心也专注到三宝佛像上来 我们比如说两个人去佛像面前拜佛 一个人他特别地专注 合掌一直这样祈祷 一个人他没有这样的 他的威仪一直动张兴亡 这样的话 那他们两个心里的状态也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给我们规定了这些威仪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直接或者间接对我们的挑衅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此平时我们的行为 大家也是不要小看 通过他们的行为 我们内心当中对三宝的信息 内心当中对自己人身的感悟 或者说清净观 由然而生 自然而然能生起 因此他这里也是要求 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看四方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是平时 我们见到有些人 在你的前面来了 来了以后平时我们人与人之间 也应该互相打招呼 那么打招呼 一定要比较和蔼的目光 一些和气的这种语言 对他说 按照印度的传统 人与人之间最有礼貌的 有恭敬的这种语言 叫散来 就是散来 我们平时说 你好 你来了 或者按照汉传佛教 阿弥陀佛 你来了等等 以这样恭敬的这种语言来 互相沟通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至 Mart是 全国的华学生 你 Formula的华学生 你什么意思 你好 你好 roller 你来传统一切的你说 你好 Mr. Jones 每个人都被问 明天 无费 我看到你 我想看到他就能叛征 我心想是这个时间 你好 我可以这样说 你准一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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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比如说你到一个远方的路途当中去的时候 首先应该观察在自己的前面 因为印度的地方 以前不管是在森林当中或者是城市之间 经常有一些老虎 狂乡 还有一些熊宝等等有一些特别可怕的猛兽 也有一些都市 恶人 非人 罗刹等等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特别可怕的动物来危害你 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 如果他是一个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 首先要观察你去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违缘 有没有什么障碍 有没有什么不太合理的违缘 偷盗 强盗等等这些违缘有没有呢 想想细细地去观察 如果你觉得这方面没有 或者是有的话 在路上也是停下来 然后前前后后 就是四面八方都好好地看着 看着完了以后 觉得是什么都没有 应该可以前进的话 那么你继续赶路 因为有智慧的人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考虑得非常主导的 而且做任何事情 并不是会盲目的心 到了中间的时候 然后自己也是后悔磨叽 没有这种情况 有智慧的人 到哪里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我经常这样想 上师如意宝每一次 不管是国内 国外 出去的时候很多事情 都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 真的跟上师去和跟其他人去的时候 完全是不相同的 然后跟上师去了一趟 不管是在哪里的 到了一个地方 在哪里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 哪里的生活 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 在这里的政治 境界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基本上是会有所了解的 所以跟有智慧的人去 跟没有智慧的人一起去的话 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都有时候真的 在一生当中来讲 以后也是特别的羡慕 因为有智慧的人去一趟 哪怕是很短的一层路 从中也是学到很多的 这条路上去的地方是我们的 在哪里的地方是有三者的 这条路上是可否的 是很短的 这条路上是有三者 是很小的 这条路上的事 是有三者的巴默的事 是有三者的路上 对有三者的路上 那是若瑞美人的路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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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盗 土匪等等这样的话 那么你应该今天不去 或者往另一个方向就可以前进 应该这样 总而言之 我们在一切按照无诸菩萨的解释 在四为一当中 其他有些论师的解释 一切行为当中 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 如果四为一的话 心主做全部的一个总结计 如果不是四为一 光是从我们做任何一个 到哪里去的话 你的行为主主要是我们的心主为主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饮食所需心 看你这样行持有没有必要 就是有没有对自己 对众生 有没有利益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觉得是真的对自己 对众生有意义的话 你就决定要去 如果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光是自己想一些热闹 或者说干一些非法的一些事情的话 那么就是自己对自己 要求自己 不要去了 就这样去 我作为一个佛弟子 应该无始以来到现在漂泊到轮回当中 做不如法的行为 现在你自己对自己 没有一种控制的话 以后什么时候能得到解脱 那不如我还是要好好地看看书 好好地背一背书 应该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一些行持善法方面多好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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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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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后我们的身体 就值得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自己的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我开始身体要做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安住在什么地方 首先要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 我到底做不做这件事情 我到底安不安住 就是这样 首先观察 然后自己安住完了以后 在中间的一个阶段当中 又要拖挡地安排 又要去观察 观察自己的威夷 总而言之 从这个事情的开头 中间 最后 在三个阶段当中 自己所谓的三门观察的政治不能离开的 不管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三种心态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造罪业 造罪业的时候 我刚开始想杀害众生 产生这样一个念头 然后中间的时候 真正是无无的对境 已经认识到了 哦 我杀的就是偏所 并不是此事 就是已经认识到他 最后我杀好了 已经产生一种随随心 这三个心态有的话 造恶业的三种心态已经圆满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做一个善事 做禅也好 做任何一个善事 也是需要这三种心态 我今天就是修菩提心 或者我今天去给别人讲法 或者我听法 听法的时候刚开始的动机 我从我家里到 我们听法的场合当中 我今天听法去 为众生而听法的 然后你到了中间 听法的中间的时候 你的心态和你的身体是怎么样 我刚才家里面来的是 我为众生的心态 那现在是不是我在打瞌睡 或者是迷迷糊糊当中 或者是不是马上要下课了 我要看标 会不会这样想 这样的话 这种心态都不太好 应该对治 那么最后听完了以后 哎 今天课已经听完了 我对这个众生还是发了心的 然后这个三个回向给众生 那么初中后三个发心 都是比较圆满的 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 整个所有的世间当中 不生起其他知识真理的分别念 这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基本上是自己的心态 转在这个三法方面 有非常大的功德 还是比较圆满的 board不是 可我也想法 going to barley 看 看 唐 我 我 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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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